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裤子的设计用的是当下比较流行的Double Knee 也就是双膝裤的设计 但是和卡哈特的Double Knee不同 它的双膝是直接连通到上口袋的 中间用缝线隔开 而且这个材片是更加窄也更加短的 会显得更加的秀气 然后在它的背后 也是做了工作裤上比较常见的工具盘 以及工具袋的设计 不过春夏穿牛仔裤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热 尤其是那种重磅的牛仔裤 但这条牛仔裤用的是一个8.5盎司的Denning面料 相比较一般的牛仔裤 会更加的轻薄以及透气 更加适合接下来这个季节穿着 然后面料是一个浅水洗的蓝色 可以看到上面有水洗后横竖交叉的竹节纹路 很有复古质感 最后这条裤子是一个宽松锥形的板型 大腿偏宽松 小腿到裤脚处收紧 板型恰到好处 穿着舒适 也可以搭配大部分的球鞋或者是皮鞋 第二条是一条Mizutoki的九分裤 大家听一下觉得OK还是KO 如果说刚才分享的那条裤子是相对凉快的话 那这条裤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快 一到手就能感觉到面料非常轻薄的同时 它跟肌肤的触感是非常的凉爽的 那这条裤子用的是一个莱塞尔魂房的面料 莱塞尔这个材质它是由天然植物纤维制成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天丝就是莱塞尔一种 它的特性就是环保且轻敷 而且这个面料的光泽度非常的好 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 然后板型方面 这条裤子用的是Mizutoki比较爱用的一个简形简材 这个裤型的特征就是胯这边会比较宽 然后向下收成一个简形 如果你喜欢的是显腿长穿搭的话 那这条裤子显然是不符合你的要求的 但简形的裤型会更加立体 如果你喜欢那种轻松慵懒的风格的话 就非常的合适了 这条裤子穿起来不会有那种特别束缚的感觉 而且九分的裤长也是刚刚好 最后一个小细节 这条裤子的口袋处以M51 Cargo为灵感 设计了一个假的扭扣翻盖 实际口袋在后面 这边紧供装饰 接下来分享两条看起来非常相似的降落散裤 大家可以二选一 一条来自GU 另外一条来自Mountain Fever 大家觉得OK还是KO 降落散裤或者叫散兵裤 这两年可以说是非常火了 尤其是在女生里面 U1库也是出了一条 但是太多人分享过了 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它的弟弟 GU 分享前先科普一下 散兵裤其实并不是降落散兵所穿的裤子 而是因为早期使用了跟降落散一样的尼龙面料 才因此得名 它其实更像是一条M65或者M51军裤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裤腿非常宽 然后在膝盖处有一个双打者设计 而这条裤子的精髓就在于它的裤脚处是设有松紧的 一般大家都会收紧 然后搭配球鞋或者脖肯来穿 那我分享的这两条散兵裤都是Cargo的版本 在裤腿两侧是有两个大的工装口袋的 这条GU用了一个低棉浑房的面料 中等偏薄的厚度 不过比起U1库那条还是要相对厚实一些的 但是它的价格只要U1库的一半 200还有一块钱可以找 如果大家的预算可以再高一点的话 我是更推荐高散热的这一条 类似的版型 但是面料换成了尼龙格子面料 春夏穿的话会更加的凉爽 而且它具有一定的防坡件功能性 并且在它的工装口袋内 它们还做了Molly的织带以及网面贴带 整体细节更丰富 而且用料跟做工也会更加的扎实 最后在穿搭上 虽然散兵裤的版型非常的宽松 但是大家可以选择短款的上衣 或者将上衣扎进裤腰来穿 这样子既舒适也不会说显得腿过于短了 同时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穿法 分享完GU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优衣库 一条U系列的宽腿打者长裤 大家觉得OK还是KO 很久没有分享过优衣库的单品了 那这条裤子是U系列的一个定番了 基本上每季都会出类似的款式 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色 但实际上这种裤子才是我们日常穿的最多的裤子 那这条裤子用了一个纯棉的鞋纹面料 中等厚度 说是橄榄色 但实物是偏咖啡色的 那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颜色 无论是深色还是浅色的上衣都可以搭 裤型跟前几期比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宽松的版型 然后腰部做双打者来保证裤型的立体感 裤脚会稍微收一下 然后出厂前是帮你运好了一个中缝线的 但这个中缝线洗完之后就没了 需要的话还是需要自己再运一下 腰间的话也是跟之前的U系列一样 做了一个扭扣腰盘 像我现在比较喜欢把上衣扎进去穿的话 这边就会多一些细节 整体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条日常通勤裤 没啥特色 但真的非常好穿也非常百搭 最后还是要再重申一下 优衣裤千万不要买原价 这裤子原价好像是399吧 我是199到手 最后一条来自Usage的M47军库 大家觉得OK还是KO 虽然大部分的军裤或者工装裤 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但实际上每个型号都是有着不小的差异的 像M47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型号 我之前经常穿一条Function的M47 M47就是Model 47 顾名思义就是法军在1947年 推出的一个军装系列 那这条裤子就是其中的一件 它的特征在于裤腿比较宽 然后在两侧有两个超大的立体风琴口袋 同时其实M47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双膝裤 在膝盖处本来是有双层的面料来做加固的 因为战争时期士兵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跪着 或者是趴着的 Usage这条保留了这个设计 但膝盖处其实只有单层面料 不过我也无所谓 反正也用不着 除非 回家又贵搓衣板 这么想想还是有一定实用性 然后裤脚处做了两个扭扣加一个裤盘 对我现在经常骑车来说非常的实用 不然裤腿容易卷到那个牙盘里面 刚刚说的那些其实都是复刻原版的M47的设计 但这条裤子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它的面料以及颜色 它用了一个竹节纯粘面料 并且使用了成衣染色的工艺 经过水洗后整体呈现的落色效果非常复古 而且能清晰地看到竹节面料表面的激励感 不过因为这个面料是比较重磅的 会春秋冬穿还行 夏天穿的话就会有一点闷热了 OK那么以上差不多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分享了几条不同类型的裤子给大家 希望能对大家的穿搭有所帮助 那如果除了裤子之外 大家还有什么类型的单品想要看到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这期视频差不多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 订阅 转发 收藏 赞那一波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